随着中国经济成长 中国境内消费者跨境购物的比例逐年增高 今年上看226亿美元 针对这庞大的商机 上海洋码头也展开为北美洲的商家服务计划 提供了跨境购物一条龙服务 洋码头它主要是帮助美国这边的小企业 中小商家直接开通中国直销的一个频道 我们的优势能够帮助美国这边的中小企业 不需要在中国成立任何的分公司 在中国也不需要找任何的代理商 你直接在我们网页上登录你的商品 就可以让中国的消费者购买你的产品 购买成交以后我们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还可以帮你把很小的包裹这个订单 配送到中国消费者手里 这样的话你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你在中国也不用任何的库存 这样能说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低的门槛 帮助你打开中国的内陆的大陆市场 此外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 规范了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 未来中美电商以及海滔交易 更加透明更开放 中国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的committment 主要说你既然从美国直接购物 直接消费 但是你在中国也可以退货 不需要说我买了个鞋子买错了 我没办法退货 这样目的也是提高中国消费者的一种信心 他可以也敢从美国直接购物 而不是需要说找中国的代理商来买这产品 上海洋码头所发起的中国跨境贸易电商峰会 当天为商家说明如何将商品成功销售到中国 另外会场上也邀请到专业律师 为店家说明跨境电子商务的相关法令 现场吸引不少有兴趣的民众共同参与 中旺电视 采访报道